現在還有我現在在包裝的大廳 然後 背面是最漂亮的 所以 我要看到板塊的這樣 它在寄坡的活著裡面 其實它就是有天鮮的五角 所以 在這個地方是 或者 像背景 或者這個景點 它可能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就是它如果越往北 有的地震 我們就可以知道 往這邊的時候 它怎麼開始到 那兩檔 兩檔 兩檔 公佈 然後在這邊又一檔 就是一檔 就是往北 在今天早上的4點19分 大概0.1秒 在台灣東部海域 偵測到一起 有感地震 地震的規模是6.0 深度是54.8公里 然後它在各地震度方面 在花蓮跟宜蘭有深度3級 然後全台灣都有1到2級的感受 那地震發生的位置 大概就是在台灣東部海域的南澳海上方 那這個地方 它這個地震活動 也是地震兩個板塊碰撞 之下所引起的一個活動 那它的位置 剛好就是在 Fairing海板塊 像北螢海板塊 到歐亞大陸板塊所引起的 它是屬於一個 比較在螢幕帶上面 比較深的地方發展的一個地震活動 它的地震的深度 比較深的情況下 我們會看到比較常見的現象是 有時候距離地震鎮壓比較遠的地方 反而會有比較明顯的震度感受 那這顆的話其實你可以發現 幾乎全台灣都有感 然後跟影片接近一點 我們致約幾乎 我們看影片 我們要看到 我們一個小雅 在影片中的時間 我們要注意句 我們要注意的是 當我們是有很多 我們會拍攝 我們會拍攝 我們好好拍攝 我們會拍攝 我們要不來 我們是團隊